我们这个NCC委员的这个任命在5月5号院会通过 那今天只排一个上午来审查 我觉得真的是知识体大 真的是有点潦草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NCC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落实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谨守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精神 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 维护媒体专业自主 有效的办理通讯传播管理事项 并确保这个市场公平有效竞争 但最重要是最后两项 保障消费者及尊重弱势权益 促进多元文化均衡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 媒体传播业最最严重的问题 没有对于消费者的保障 也没有尊重弱势的权益 甚至对于文化的多元是朝着反方向在发展 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 可是今天行政院所提名的委员里面 却逐渐重视这个技术层面 而且偏向这个电竞产业的方向去提名 所以身为独立机关的NCC委员会 要如何避免沦为邦业者把关 我们是非常的担忧 第一个 第二个 检验我们这个经济学者 从第一届第二届到这次的这个新增的提名 经济学者代表 基本上都还有第一届的吴中级是消保会的委员 第二届的陈正昌还有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公共政策委员 基本上我们希望对如何保障消费者这方面能够应该要更增加 而不是而不是在技术层次或者是在于相关 包括这个电竞产业 我们这个刘先生在这个里面 当然第一届就已经被讨论过了 如何落实 我是觉得这个方面很重要 是秘书长 好 现在我跟你报告一下 今天不是提名前提的委员 现在只有四位 那么这个真正那个陈正昌陈副主委 刚才你讲他是代表消费者 他还永远存在 他现在还是我们的副主委 我知道了 但是新增的提名还是以技术类为主 那么我们因为新增提名 他一定要考虑一个那么专业的平衡 所以我们有这个新闻专业的 有电机专业的 有经济专业的都有 对 我知道 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 为了NCC组织法的第一条的精神 基本上 它的重点不在技术 而是在如何保护 这个言论自由 保障弱势 促进多元文化 那没关系 我们请下一次 我们彭主委要退任以后 我们这个苏 苏教授 是不是请主席 是 谢谢 时间可以暂停一下吗 时间可以暂停一下吗 呃 教授 我们今天啊 真的非常期待NCC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而不是沦为业者的守护者 我们在于这个民众 你知道NCC受理民众投诉项目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受理最多的 因为我有在那个节目广告那个部分 内容的部分 我知道受理投诉最多的 其实很多是广告跟节目不分的问题 对 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2009的第四季 民众针对电视台检举的631件里面 节目和广告未分的达109件 第四季 整年度是303件 所以这个犯规次数居高不下 可是 你知道我们卫星公会怎么做决议吗 关于媒体自律 关于这一点卫星公会做的决议是什么吗 不晓得不清楚 卫星公会的决议说 第一个广告节目的话 避开主要时段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晚上6点到12点 避开这两个时段 而且单一广告商啊 同时可以买下2到3个频道 避开这个东西 然后换言之啊 避开这个时段以后继续 广告节目化内容还是可以买 放货的时间买 然后呢 在以极小和反白的文字里面 在标示广告两个字 简单的说频道者根本不在意 乐听人是否注意到或重视到这一件事情 他们公会的结论就是如何避免法规的惩处 这个地方是对NCC最大的侮辱 如果现在法律没有办法惩处和约束业者 而这些罚款和广告的收益相比啊 转嫁给这个消费者其实也是很平常的 而NCC在彭主委要走之前啊做了事情就只有几项 三场公民参与监督与传播业者政府三方对话的活动 完成了研究报告 然后提供了这个符合卫生法令节目和广告的这个标准 这样的成效您觉得可以吗 这个问题还蛮知识体大的 我觉得是很严重 那大概现在以现行的法令来讲的话 是只能做到就是怎么样把节目广告化的问题的方式来做原则的处理 可是应该是整个配套要修法的 所谓的修法意思就是说 您会不会提出修法案来送到立法院来 我想跟各位委员研商之后 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个整个是世界的趋势 对因为NCC现在的作为就是媒体自律 公民他律 政府法律 媒体无法自律公民无法他律 现在只有唯有最后一个手段就政府的法律 你要不要送出来 第一个这个是节目和广告不分 可是我们刚刚很多委员讲了假新闻自入性行销 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规范它 这个东西对于新闻专业啊 对于乐听人啊 通通都是伤害 非常的不公 甚至在选举里面的假新闻更多 那违反这个选举的公平性 你怎么看你怎么处理 是那个整个的国外的修法的特别的规定 新闻里面是不能自入的 现在通通都是这样子啊 现在通通都是百分之五十是 有帮餐厅自入性行销的 有帮候选人自入性行销的 都包装的很漂亮 啊其实你去查 每个人都面都有商业的记录 付钱嘛 通通要商业的记录 有没有魄力要不要执行这件事情 另外呢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谈你说你什么看法 我们谈你们到任以后要不要做的事情 今天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 我们讲这个国内的影视产业 国内的影视产业 有线电视知识节目要几% 30%有线电视法里面 对有线电视里面 知识节目要多少比例 你不知道20% 我刚回答了 无线要几% 无线好像没有限制 我告诉你 无线电视要70% 现在怎么办 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 现在啊 NCC的规范啊是在放水 无线电视台老实说啊 对全台湾这么多的 这个系统业者来讲啊 无线电视台是 转台里面的一环而已啊 没有人在看啊 真的在看的是有线电视台 有线电视台所制作的节目才是重要 可是我们放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现在有线电视台 做的自制的节目 先搭 现在搭配套搭售 到无线里面放一放 再到这里来 这样就过水了 就这样就叫做对 国内影视产业可以帮助了吗 这个现象 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 台式搭配哪一台 中市搭配哪一台 华市搭配哪一台 有线 一个无线就搭一个 戏剧节目就这样子搭 你不知道 这个问题啊 你最好去想一想 第一个 第二个 我再讲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说 党政军退出媒体 结果呢 我们量身定制要一个修法 允许政党及所属财团法人 间接可以持有10% 我要现在再讲另外一件事情 跟这个相关的是 公共工程会你去搜 那个采购网你去搜索 中央或地方政府 透过媒体宣传行销采购 要求媒体宣传配合 透过经济手段的钳制 媒体问题非常严重 而且我举个例子 让我们的公共政策 媒体连 报都不敢报 我们的农村再生 我们关于中科四期 对于这个 重大国家的经济开发案 到底人民要怎么把关 要先有支 可是连支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电视台担心得罪政府 根本连报导都不报导 这个东西你未来要怎么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 如果先不讲 直接或间接持股 这件事情 寒残效应 它就自动跑出来 自动把关 是 希望将来能够恢复整个港电秩序 就是包括政府 如果是为公共利益的部分 能够开放 但是政府对于其他的 不应该做的制度 你这个东西也已经 讲了 听了一千遍 还是一样的话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把关 你们要再讲出更有魄力 现在所有制度性 政府去采购的这个 媒体宣传 全部都是假借公共利益 没有一个人不讲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个借口 是一个推脱支持 今天的NCC要怎么作为 今天新增加四位委员 你们要怎么作为 人民连资的权利都没有 怎么去谈公共政策的讨论 怎么有一个平台 连资的资讯都没有 这件事情知识体大 谢谢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么